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二百七十回 红 放进了一个 御战场内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说话者呢似乎在强自的压抑着什么 好了大人 红如梦初醒连忙转身朝御子周到 这位先生您可以进去了 御子周呢收敛心神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呢 神识全力运转面色沉凌的向前踏出了一步 眼前的景象一变 周围呢是红彤彤一片呢 仿佛置身在铁水之中 无形的热浪一波波的袭来 他面色一变 好强的火妖树啊 他不得呢不运起了心法抵抗恐怖的热浪 面色呢更加的凝重了 身为狱卒他不惧烈火 但是今天却被逼得呢运起了心法想扛 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 左末双目赤红的盯着面前的御子周 浑身笼罩在金黄色的火焰之内 灼烧的痛楚啊 撕咬着他的神经 他能够清晰的感受到 精纯的火焰呢正在缓缓的朝他的神石内渗透 他的神石啊非常排斥这些火焰 然而金黄火焰啊霸道无比啊 硬生生一丝一丝的向内渗透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他咬牙苦苦的支撑着 充沛霸道的力量呢占据着全身 如同蚂蚁吞噬一般的痛楚 尤其是他的手掌和背部 左末呢不得不把注意力啊 放在了对面的敌人身上 这样似乎能让痛楚的感觉呢 稍微的减弱一些 他鼓起了全身的力气 手中的五刀啊狠狠的朝玉子舟斩去 五刀一斩啊漫天的风火如雨 轰然呼啸着朝玉子舟袭着而去 玉子舟的脸色微变 冷哼了一声左腿微彻 双手如爆大球啊 极其舒缓的在胸前划了一个完美的圆 若是苏卫他们看的这一幕啊 一定的会惊呼当场的 玉子舟最强的防御绝技玉莲环 这一上来便是绝招啊 来不及思考玉子舟本能的用出了他能用出的最强的防御妖术 一生二二生四 连绵不断的光环眨眼之间的便把玉子舟笼罩其中 火雨撞击上光环极其泯灭 火雨不断的撞上了光环 不断的由光环泯灭 可是光环呢不仅没有变少 反而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多 左末只觉得呀体内陡然有一股无可抵御的洪流冲了上来 沿着左臂向手掌蔓延 仿佛呢从左掌破掌而出 他想也没想一掌呢朝后世无比的光环红絮啊 这一掌印得结结实实的 左末掌心的太阳纹呢陡然一亮 蓬勃灼热的力量从他的掌心蓬涌而出啊 这股力量呢颇为的奇怪 并没有冲散光环 而是如同啊一头从手笼中探出了脑袋的老虎 一口咬住了猎物 汹涌的光环之海被琢磨的左掌呢 牢牢的吸住了 太阳纹源源不断的释放着金黄光芒 侵蚀光环 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的边界 沿着连绵不断的光环呢 迅速的朝中心蔓延啊 《猎金王》每日内容持续更新 超酷声音尽在《猎金王》 《猎金王》 玉子舟脸色大变 他能够感觉到一股霸道无比的力量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呢 侵蚀着他的玉灵魂 这 这是什么呀 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古怪的妖术 这股霸道绝伦的力量蔓延之快 远远的超乎了玉子舟的想象 他刚刚调集了所有的神石 视野呢 已经沦为了一片金黄色的海洋 玉子舟没有想过呀 自己有一天会被逼到如此狼狈 哦 是如此绝望的境地 这只是对方用出的第二招 第二招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啊 跳梁小丑 他忽然想到了这个词 前所未有的羞辱感啊 瞬间冲刷着他的每根神经 骄傲如他 怎么可以被一个自己视为跳梁小丑的家伙 用第二招就打败了呢 怎么可以 玉子舟 目自欲裂呀 优雅从容的脸 此时是争灵异常 深深的骄傲 混杂着前所未有的羞辱 他就像是个 输得精光的赌徒啊 拿命 拨最后一注 所有的神识 所有的力量 齐齐地注入到了他的双臂 他双手如爆啊 沉重而缓慢地向前推进 就像是在推一座山 他的面容啊 剧烈地颤动着 隐隐地有不稳的迹象 一 这个字从牙缝中挤出来 带着明显的颤音 他的身体每个部位都在颤抖着 他环抱在胸前的双臂呢 便在这种令人战力的颤抖当中啊 一寸一寸的向前移动着 每向前移一寸呢 他身边的空间波动呢 便剧烈一分 声 声字刚从他的嘴里挤出来 金黄光芒呢 恰好蔓延过了玉子舟面前最后一个光环 金黄光芒毫无花巧地 撞上了玉子舟的双臂 玉子舟的身体一僵 瞳孔骤然扩张啊 啪 玉子舟的手掌爆裂啊 啪 手腕爆裂 啪 手肘爆裂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连串啊 如同炒豆子一般的爆音时 不觉悦耳 爆炸呢 沿着玉子舟的手臂 向其身体蔓延 玉子舟的眼睛啊 瞪得老大 他不能置信地 看着身体是寸寸的爆裂 爆 不甘而其立的惨叫 戛然而止 左墨的左掌 笼罩着一团耀眼的金色的光团 就像是一轮太阳 他保持着出掌的姿势 一动不动 笼罩在他全身的火焰 蒙得急急地呢 钻入到了他的体内 赤红的双目 此时啊 红光散尽 露出了金黄色的铜人 黄金般的铜人呢 木然犹如神指 但是 他脸上的痛楚之色 不减反尊 木然的眼神呢 痛苦猙獰的表情 构成了一幅 怪异绝伦的图画 右手的舞刀在颤抖着 左掌金色光团散尽 掌心的太阳纹暗淡了下来 哼 再放进了一个 呲哑低沉而用含着几分愤怒的声音 从阵中传了出来 小婆婆 是的很有见地呀 女将 忽然抬起了头 笑眯眯的 看着蒲妖重重的点了点头 这个破甲 的确不用再传下去了 墓碑呢 一阵剧烈的颤动 似乎对女将这句话十分的不满 滚滚的黑云眼 看着就要倾气而出 闭嘴 女将神色一冷 随手扬起啊 握在手中的巨肘 重重的往下一顿 砸在了墓碑上 通的一声问响啊 地面一抖 剧烈颤抖的墓碑一将 被胶中的部位 珠网一般的裂纹呢 蜿蜒而下 哗啦 一大堆的碎石啊 从墓碑上滑落了下来 刚刚从墓碑内涌出的黑云 也仿佛呢 被施展了定身法 僵在了半空中 好凶悍的一击啊 气势呢 几乎攀升到了极点的 蒲妖眼皮一跳 啪啪啪钻到她脚边的黑色的火焰 突然齐齐爆开 顿时呢 被一阵黑烟笼罩 蒲妖的咳嗽声 从黑烟中传了出来 但黑烟散尽 蒲妖的浑身上下 犹如烟熏火燎一般的 她一脸不善的 看着女将 女将呢 浑弱无视的 朝蒲妖抛了个眉眼 一转过脸 面向墓碑的时候 语气冰冷 说是干净 墓碑一颤 哗啦 那些被砸起的碎块啊 齐齐长了腿一般 爬上了墓碑刚才被砸中的地方 一块一块的归还了原位 眨眼之间呢 墓碑便恢复完好无损 除了从墓顶弯颜而下 如同珠网一般的裂纹呢 果然呢 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恐怖的力量啊 蒲妖 瞥了眼女将 坐了下来 今天发生的一切 有太多需要思考了 大人不是死了吗 怎么可能会复活呢 死亡是不可逆转的 这和修为没有关系 除非啊 大人没死 如果大人当年就没死的话 这其中就有太多的可能性 黄金魂嘛 相当有可能啊 原来大人没死 等等 不要低着头 血童不知不觉的眯了起来 一片冰稳啊 大人是死在他的怀里的 当时的场景呢 怕是过去了三千年 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他熟悉大人 他的性格 他的脾气 他的一切 他都熟悉 可是 大人已经死了 他真的死了呀 冰冷的眸子里 仿佛回荡着无声的叹息 痛楚似乎已经被沧桑的岁月冲淡 但那几乎没有痕迹 仿佛忽然抬起了头 大人已经死了 女将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悦 仿佛仿佛没有看到 静止轻声自语 大人死了 形神俱灭 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的右手从宽大的袖口伸出了手 张开了五指 感受着气流 从手指间划过 他的目光只是女将 我知道的 大人死了 巨红的眸子里边冰冷的 没有一丝温度啊 他扬起手 一缕黑色的火焰 在他的手掌之间跳动 黑色头发再一次狂舞 如同丝断一般的黑衣 无风自动 整个石海啊 似乎缓缓的停顿了下来 渐渐的呢 只能听到一个节奏 一个声音 女将的脸色微变 他眼睛紧紧的盯着 扑腰手上的那缕 黑色的妖火 周围空间 诡异的节奏 竟然和扑腰手上那缕火焰 跳动的节奏呢 是一模一样 黄金魂 黄金魂果然是好东西啊 看来你恢复了不少的元气 扑腰神情漠然 忧生不见你的血瞳呢 缓缓地转动 嘴角忽然扯出了一道 如同刀锋一般冰冷的 绩效的容颜 你也恢复了一如既往的愚蠢 女将忽然开口 一概刚才的甜美妩媚 苍老古朴地像个老者 你是怎么发现的 话音刚落 女将的身体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崩散为了无数极细的黑粉呢 崩散的黑粉呢 在空中飞舞汇集 化作了一团黑烟 黑烟中一个男子的身形的隐约可见 告诉你 你是如何愚蠢的 哼 扑腰的脸上 讥讽之色更浓 三千年了 终于露了个脸 真不容易啊 你不是一直想逼我出来吗 黑烟中的男人呢 瞥了一眼 不要手上的黑火 沉声地说道 我想 我们需要好好地谈谈 谈谈 不要死笑非笑 挑了挑眉毛 收起了手中的黑火 满不在乎地说 成啊 谈谈 你谁啊你 五杯奖 名为守护 你可以称我为魏 笼罩在他身上的黑烟散去 露出了魏的真面目 他一身黑色的甲皱 听拔威武 剑眉心目 正色凛然呢 完全不似声音的那么苍老 他正实而庄重地朝 蒲瑶身世一礼 喂 嗯 不错的名字 蒲瑶眯起了眼睛 因为前一任主人 你对我充满了愤恨 我能够理解 他的声音平和中正 有了一种植入人心的力量 他坚持的东西 在你看来呢 是愚蠢 但是 他坚持的意志 才是他力量的源泉 真是冠冕堂皇啊 扶瑶一人冷笑 为了目光的投向了远方 似乎啊 在追忆着什么 他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 每个灵魂 都有愿意为之 付出生命的信念 他的目光收了回来 看着蒲瑶 你不也是吗 这套小把戏 我说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耍了 好不好 好吧 你来说 我也不反驳 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地说道 哦 我来说 蒲瑶眯起了眼睛 如同一道阴红的狭长的血刀 嘴里边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说 你该死 最后一个字 如同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寒意凛冽啊 为了神情大变 神情幻化成了滚滚的黑烟 便要朝墓碑飞去 哼 无数的黑色的火焰呢 从墓碑下冒了出来 把墓碑全部笼罩其中 为连忙杀住了身形啊 他似乎对这种黑色的火焰 十分的忌惮 你该死 蒲瑶一步一步地朝位走去 手上的虚拖着一缕啊 跳动的黑色的火焰 俊美阴沉的脸上杀气四溢 语气冰冷的那没有一丝的温度 你冒充他 你该死 婆 你杀不了我 未盯着蒲瑶神情冷静 我知道 蒲瑶脸上杀气突然消失 带着阴鬼的笑容啊 不过三千年 我怎么会一点脑子都不用在你身上 卫脸色这下子真的变了 蒲瑶手上亮起了耀眼的光滑 他照亮了整个石海 佐墨像是做了一个极长的梦啊 一个红色金色的梦 漫天的火焰耀眼的金色光芒 充斥着整个梦境 在具体的内容呢 他都记不清了 睁开眼 啪 一个温柔柔软的像气泡一样的东西 撞进了他的怀里边 佐墨低头一看 只见一个金黄色的小家伙 在他的怀里边撒花 这是 小火 佐墨表情的顿时变得有些怪异 他一把捏住了这个金黄色的小家伙 放到了眼前 小火呢 似乎想起了某些惨痛的记忆 柔软的身体啊 陡然僵住了 片刻之后 才弱弱的吱吱几声 讨好的看着佐墨 当真是小火 佐墨眼神松弛了下来 不过呢 玄机好奇了起来 这个家伙 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啊 原本红色的身体 如今呢 变成了金黄色 体型呢 又缩小了几分 哎 你怎么搞成这个模样了 佐墨好奇的问 小火呢 连忙吱吱的叫个不停 可惜啊 佐墨是 一句也听不懂 佐墨也不管 手指呢一针乱捏 嘴里边嘟囔着 忘了在哪个地方了 吱吱声呢 是戛然而止 噗 一缕金红色的火苗 从小火的身体 喷了出来 小火啊 是满脸的悲愤 哼 找到了 正常就好 正常就好啊 佐墨松开了手 小火呢 一脱离魔掌啊 便刷的飞进了 阿丑的怀里边 吱吱的悲鸣 打滚带求饶啊 阿丑呢 还是老样子 佐墨心中叹息了一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到云海境啊 他走到了阿丑身边 又听阿丑检查了一遍身体 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惊喜之色 那里诡异的紫芒 似乎啊又壮大了不少 虽然说 不知道紫芒是什么 但是啊 佐墨知道他对阿丑的身体 大有好处 第一次遇到昏迷的阿丑 他便发现 这里紫芒的奇异之处 紫芒有壮大的趋势 这是好事 佐墨的心情的顿时 晴朗的不少 啊 自己现在该干点什么呢 佐墨呀 皱起了眉头 感觉有点怪异 怎么 自己可能这样是无所事事的呀 等等 不对 他目光一宁忽然想了起来 荒售棋盘擂台 记忆犹如绝地的洪水啊 越来越多的事情被他想了起来 没错 荒售棋盘擂台 可 可是为什么后面的内容他就记不起来了呢 发生了什么呀 他在神情凝重了起来 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 无论他怎么用力也想不起来 思索了片刻 他进入到了石海 他是这样想的 扑腰内丝啊 一定是知道的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记起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271回 第281回